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久没跟大家聊电脑了 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歌曲创作的一个关于伴奏制作软件 今天介绍的这个软件叫做创作模范 就是一个伴奏生成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写一些歌 创作一些曲子 但是苦意没有伴奏 那这个软件呢 就是一个给你生成伴奏的 它这个软件是在这里下载 你到这个网站去 爱唱作.com 这个软件你就可以下载唱作模范 那么唱作模范 好我们下载完已经安装好 就不具体做了 很容易了 那么我们来看简单看一下这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呢 就是这样一个打开以后 那么这看起来好像蛮多东西的 那主要是上面是菜单 传统型的菜单了 传统型的菜单 这边就是你的各种的伴奏库 伴奏库 所以它这个软件基本的使用过程呢 就是你可以录制 录制你唱的一段 然后呢 它自动帮你生成伴奏 第二呢 你可以导入 我们来看这里 它可以导入主旋律 或者 或者直接演唱 好 我们试一小段 首先你要唱作 当然你事先要有歌词了 比如说你这里唱作一个歌词 然后你大致看一看这个歌词 是什么样的 一般在那个软件里面 只需要演唱一段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有主歌副歌的话 那你主歌副歌都是要演唱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首歌 倘若我也不在 你是否会忘怀 我们先酝酿一下这个旋律 倘若我也不在 你是否难忘怀 穿过了遥远的等待 可你如了人海 就是大概我们这样唱 那这样唱的话 它当然不会给你帮助 如果我们 但是我们在这里生成的时候 我新建一个空白的工程 好 新建空白工程 那个工程的速度 你可以几拍的 节拍 一般是四拍 然后速度 72 那么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那这个 好 你觉得这个慢了的话 你可以调快 好 这样 就是比较 相对的是比较快的 然后你就对着 这个歌词来演唱 我们 我们唱一小段 来看一下 一般是第二个节拍 就要开始唱 这是非常棒的 那个 如果 你 不在 你是否会忘怀 好 我们唱完这一段 立即关掉 立即停止 这就是我们演唱的歌曲了 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换不同的那个伴奏了 它这里生成的已经是 其实最主要它生成的是一个和弦 那和弦生成了以后呢 你这个伴奏就可以随便换了 我们最比较百搭的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洁的流行风 我们右键点的话 就可以替换 替换风格 那这样的话呢 就生成了我们来听一下 是不是像那么回事 但若你已不在 你是否会忘怀 穿过了遥远的等待 和你如热人海 我走过岁月记载 天不满空白 好 听起来确实真的像那么一回事的 那这个音 人声音频 其实你是可以在这里加混响 你可以加混响大小 比较加比较大一些 如果你觉得闪音不够圆滑的话 那这样 就这样 然后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 在这里面都比较新增 删除 你可以比如说新增一个编辑 新增一个轨道 新增一个音频轨道 然后你在这里又可以再继续录 第一个 第二个 比如说你前面唱了一段不够满意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录 你可以设置录音起点 从这里重新录 再录 但若我已不在 你是否会忘怀 穿过遥遥的等待 和你如日人海 我做过岁月记载 天天不满空白 就这样唱 当然你要对你自己的旋律 比较熟悉 唱完之后 你可以继续在这里放 听这个唱 但若我已不在 你是否会忘怀 穿过遥遥遥的等待 好 那么其他一些 更细的一些功能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 再跟大家介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各位